澳大利亚去年次会与法国签署的12艘常规潜艇采购合同 改为与美国和英国达成奥库斯协议 以获得8艘核动力潜艇的后遗症正在逐步显现 澳大利亚媒体警告称 澳大利亚根本等不到核潜艇服役 就会因为现役科林斯级常规潜艇的严重劳化 而失去水下作战能力 为了弥补潜艇战力空白 澳大利亚可谓是想尽办法 澳大利亚新闻网站22日抽 在取消瓦国的潜艇交易后 坎贝拉一度对获得英美提供的核潜艇兴趣浓厚 但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 美国无法为澳大利亚设计和建造先进核潜艇 而让英国按照澳大利亚的需求设计新型核潜艇 可能最终会像被抛弃的瓦国潜艇采购案一样陷入混乱 据介绍 美国为更换冷战时期建造的洛杉矶级核潜艇 正全力保持一年两艘的速度 建造新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根本没有额外产能为澳大利亚建造新型核潜艇 而英国的新型核潜艇建造方案还在论证中 何时能够开工难以预测 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更新水下潜艇部队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 澳大利亚新闻网站称 该国海军的科林斯级潜艇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 它们的技术仍在落伍 长时间水下航行带来的持续压力 也让其停体结构加速老化 尽管这些潜艇的服役时间还可以延长 但无法让它们完全恢复战斗力 报道称 此前取消与法国的潜艇采购合同 使澳大利亚海军潜艇部队的任何替换计划 都晚了20年 即便科林斯级潜艇能服役到2030年 但很少有专家认为 第一艘澳大利亚核潜艇能在2040年之前下水 美国突发网务网站称 作为替补方案 韩国主动提出 可在7年内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型潜艇 据称 韩国驻澳大利亚水管在7月举行了一场小范围会议 展示了韩国研发的各式武器 包括KSS-3型常规动力潜艇 它是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之一 排水量达3700吨 具备长时间水下航行的能力 韩国方面宣传说 该型潜艇的居住条件很好 有助于提升水兵在长途巡航过程中的士气 这对面临征兵难的澳大利亚海军来说很有吸引力 而英国卫报22日则提到 大型无人潜艇或许可以填补澳大利亚潜艇真空机 报道称 军事科技公司安德鲁公司透露 可以在一年内完成一艘30米长的无人潜艇的准备工作 它将对中国的侵略起到威慑作用 报道称 今年5月时任澳大利亚防长达顿宣布 澳国防部将资助建造尖端无人潜艇的计划 该计划旨在发展超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这类大型无人潜艇 它将用于情报收集侦查和监视 能携带包括武器传感器和扫描设备在内的有效灾荷 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安德鲁公司创始人 勒基希望为澳大利亚打造由人工智能控制的水下机器杀手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该公司于今年3月与澳大利亚国防部签订了一份价值1.4亿美元的合同 将在三年内交付三艘大型无人潜艇的原型机 由于不受人类生理极限限制 它的最大下潜深度可达6000米 米勒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支庞大的杀手机器部队 为澳大利亚的战略水道提供监视防御和威慑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